原因都根的开花 熏域区工所又要加入 太急了 历程构成建筑体超厚的压力 过度频繁开花是危险的 我到熏域区工所看原地绿色开花商机提供的资料 都阿吉谢部长说 为了101商业环绕要延续 我们的社会局的广值老人院也要延续啊 把公园区地放大 做老人模范的特区 老人角力不好 让老人有的去处 缓慢的生活 鼓掌又说 新一路五段商业大楼环容是急迫性的 告诉你 台北老人越来越多 也是急迫性啊 社会局有警截性吗 所以广值处要珍惜 保留 空间旺大 让老人有自然环境中活动 这就是价值 区域区工所现在的地址 是公有土地 属于机关用地 使用就要以公共利益为主 台北市政府有钱很重要 但人民的幸福更重要 台北的房价狂涨 地皮都在大兴土木 超债有压迫感 去年去月在说明会上 都阿吉官员说 国外大都市都是新建大楼 我们也要 让国外都市公园绿地大又多又舒服 我们呢 公园绿地有增加吗 公园是要一大片的 不是零星向道的 难得广值 这块绿地真的要珍惜 广值 地层每年都在下陷 地质胜水 松软 开花过程震动 一定会增加 影响附近房子 如新一路六段 在绝运施工中 就有当地房子倾斜军业 房子受伤是很难恢复的 请政府重视 去公所计划拆迁到广石 福德街 八十项口附近 以前博德在BOT开花设计 议设此地是没有做建筑用地的 他们知道这里是危险地带 公所因海沙屋要拆迁 将来假使公所迁到此地 又因而发生清学军业 又要拆迁 那就让卫工堂了 请都花级重视 请不要再说 经济不说 信义区没有断层就带过 所以肯 肯勤 柯市长一定要拨款 给都花级做广石园区地质检测用 请公信力的地质技师专家们 做地层钻探的工作 要诚实 公开透明 告诉大家 哪里是安全地带 哪里是危险地带 人民有资的权利 专家撰探的结果 都委会要审查 安全评估 依法行事 这是开发前就要先做的功课 肯勤与记长先做地质检测的推动 安全地带 人民的幸福地带 谢谢 谢谢陈小姐 谢谢陈小姐